你在被你開甲 你再說 甲啊 今天要來教大家 分辨這個飄移板的左右腳 好 然後飄移板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輪子 跟板面上面 有一個呈現一個角度 好 呈現一個角度 那我們把這個板子 把輪子放成一直線以後 有其中一個板子會向右傾斜 向右傾斜的就是右腳 好 那另外一個向左傾斜的這個 就是左腳 那有一些板子上面 會直接寫一個L跟R 那L就是左腳 R就是右腳 那不管是左近還是右近的話 我們左右腳就是都是要站對的 好 那轉180度的話也是長得一樣 好 那確認左右腳以後 就可以開始準備練習上板平衡了 好 一開始練習上板的時候 絕對 絕對要找一面搶扶 一定要找一面固定的搶 那最好是像走廊這種一整條 好 然後你的左腳右腳 踩上去之後要先找一下位置 不要站太左邊 也不要站太右邊 那前後也找一個位置 然後平衡以後呢 開始可以稍微扶搶 練習往左滑跟往右 那你在滑的過程當中 可能你的前後腳會分開 左右分開或者是前後分開 那這個時候你要去動你的腳踝 去旋轉這個板子 來控制板子的方向 好 那一開始先感受一下 看自己是比較習慣往左還是往右 那一開始的話就是練其中一個方向 好 那決定以後 就扶著搶練習 好 那我影片中是練習往左 好 那就往左 然後扶著 然後盡量雙腳讓輪子維持一條線 好 滑過去 好 那我影片中是示範的滑回來 那一開始的話 就先練習滑其中一邊就可以了 好 一開始也先不用抖動腳 不用去前後來幹嘛 就是先讓輪子維持在一條線就可以了 就算了 這樣就好了 插進去旋轉 你其實也是更新的 很容易 切成 啊 我們是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开始的功课就是要先把平衡练好 那平衡练好之后下一集我会教大家什么控制方向转弯还有加速 感谢观看